以肝患者注意了,吃饭前记住这三句话,以肝转阴,有希望,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,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原因,吃饭会快成为一种常态,但是吃饭细脚慢点,可以帮助口腔中的唾液充分的和食物融合,而唾液酶又可以帮助食物的消化,这样也更利于身体吸收营养,因为很多食物的选择问题上,水分可能会较少。 但是身体代谢需要水分的补充,身体代谢好了,整个肝脏代谢毒素才会更好,这样肝脏才会充满活力。 多吃青菜可以为肝脏补充维生素,多吃代白质含量多的瘦肉和鱼类,还可以为肝脏提供高营养,提高肝脏细胞活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订阅本频道,请订阅本多数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